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历的连串神秘事件 剧情科幻惊悚 隐喻香港的政治现况和社会议题 另外好莱坞动作片《遇写任务》推出第三集 原班人马阿诺史瓦辛格 西威斯·史特隆和李连杰再度领先主演 精彩的爆破场面加上华丽卡斯 影迷都相当期待 惊险枪战爆破场面震撼视听感官 好莱坞动作片《遇写任务》 推出第三集 原班人马西威斯·史特隆 阿诺史瓦辛格和李连杰一归位 美国男星梅尔吉伯逊也加入阵容 饰演大反派 众多重量级动作男星 麦蜜演出 大秀精彩特技 影迷高度期待 香港悬疑电影《那夜凌晨》 《我坐上了望角开往大谱》的红Man 改编自网路人气小说 描述凌晨时分满载乘客的公车 闯入异度空间 接连发生离奇事件 电影暗奉香港政治和时事 呈现香港现今处境 引发热烈讨论 迪士尼动画《飞机总动员打火英雄》 抢供暑假青少年票房 主角小飞机德斯奇 征战无数飞行大赛 不堪负荷引擎受损不能再比赛 于是转而投身森林救火的行列 他与队友出生入死穿梭天际 展开艰难的救援任务 爱情喜剧好友练习部 找来哈利波特男主角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饰演情场失忆的一学生 爱上名花有主的动画师 两人默契十足 感情日渐增温 最后从好友进阶为恋人 电影诠释友情与爱情间的暧昧情愫 对白幽默辛辣 中央社综合报导 高举正义之名 二战期间曾被日军强征为 慰安妇的菲律宾阿嬷 在全球慰安妇纪念日这一天 到巴塞城的日本大使馆前示威 要求日本政府正式立誓 还他们公道 第一是恋恋的恋恋 第二是历史的充满 第三是历史的充满 如果那些需求都会允许 那些人会继续战争 和那些孩子的孩子 全球慰安妇日的隔天 是日本战败69周年 日本两位官员参拜了 象征日本军国主义的晋国神社 此举可能触怒中国大陆和南韩 也可能让饱受二战之苦的慰安妇 再次受到伤害 随时时间流逝 全球慰安妇一个个凋零 菲律宾祖母联盟统计的 174件案例 就有77个受害人已经过世 但奋战精神不死 由后代子孙接棒 三个人会继续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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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些面孔都是老人和妇女 人数也不多 但抗争的心坚定如山 只要日本政府尚未承认 慰安妇历史并且公开道歉 慰安妇的抗争就不会停滞 中央社记者林行健 八赛事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文化部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合作办理台湾文化光点计划 首映台湾导演万人 1996年的作品《超级大国民》 以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为背景 描述受害者的心路历程 导演万人专程到场 并与观众座谈 希望让大家认识这段台湾历史 万人长期透过创作 希望带动大众关注社会议题 他表示台湾面对白色恐怖问题 已有进步 但历史会重演 不得不警惕 不能因为有些许的进步而自满 万人这次赴伦敦交流 除了分享《超级大国民》的拍摄理念 也首度放映最新作品简介 探讨两岸政治问题以及文化差异 主要是记者黄珍珍伦敦报导 非洲儿童穿着传统服饰演出热情非洲舞 感谢台湾善行 由台湾惠礼法师创办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十年前在非洲玛拉威 新建孤儿院和学校 提供收养和教育服务 愿童在加拿大多伦多展现学习成果 带来非洲歌舞和武术表演 并以流利中文演唱经典台湾歌谣 吸引侨胞前来观赏 我的部落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你可以跟我说你几岁到A欣欣的 十岁 每一个小朋友都具足感恩的心 那会用他们在ACC里面的学习训练的成果 那么以最大最诚意的一个表现 来感谢所有的助养爸爸助养妈妈 台湾NGO组织到非洲行善 在马拉威赖索托与史瓦基兰成立关怀中心 成效显著 未来还会持续扩大这项慈善计划 目标要推广到非洲的54个国家 阿弥陀佛关海中心在非洲设立孤儿院 教育当地的孤儿 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他都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合作 每个国各国的政府负责来推荐孤儿 提供土地给他们建孤儿院 祝多论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吴荣权 也出席这项感恩活动 表示借由受处儿童的演出 可让当地民众看见台湾爱心 输出变咒的成果 中央设计者张若婷 国文部报导 第三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 在浙江奉化举行 为了让两岸婚姻有更好的环境 透过两岸政府推动彼此关系 让双方的差异变得更小 我觉得台湾陆配的需求的话 目前可能还是信息这一方面 看能不能更开放 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陆配 现在他们在资讯取得的这一块 好像还受到一部分的限制 自1987年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 两岸婚姻之路也逐步开放 但衍生而来的配偶身份问题 却没能在法律制度上获得保障 不过近年来 随着两岸交流管道增加 现今两岸婚姻家庭形态 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越来越趋于和谐 八点路从来没有后悔过 虽然当初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我的家人都非常反对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 詹火生表示 为了提升两岸婚姻环境 最近政府也推动措施 将陆配取得身份的年限 由六年降为四年 希望能够尽快完成生效 中央设计的宅思佳 凤华报导 香港近来因为特首普选政治改革问题 引发连串抗议纷扰不断 部分民众日前举行占领中环活动 以瘫痪香港政经中心的方式 要求香港政府落实真正普选 另一派人士最近也站出来打对台 发起反战中集会 声称要反暴力保普选 反战中集会将在17日登场 预计有超过8万人参加活动 相关讯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婷 我们再会 在YouTube中央社网站